李大妈今年57了 检查出高血压已经小十年了 平常饮食上都挺注意的 但是一月初儿子结婚 李大妈就跟着酒席一起吃了几天 几乎都是大鱼大肉 因为非常忙碌 也忘记吃酱鸭药了 没想到婚礼结束当天晚上 李大妈回到家中 突然眼前一黑 直接晕倒在地上 送医院检查之后发现是脑梗发作 医生表示 李大妈本来就有高血压 加上连续几天的高脂饮食 是优发脑梗的主要因素 脑梗是凶猛的撒手 脑梗又被称之为缺血性脑垂中 是指的脑部血液供应障碍 出现缺血缺氧导致的脑组织 缺血性坏死和软化 一旦发生脑梗 致死率 死亡率都非常高 是威胁中老年人健康的一大 杀手之一 此外 脑梗就指非常重视时间 可以说时间就是生命 黄金治疗时间是发病后的三个小时 当发现身边人凝死脑梗症症之后 应该即时的拨打120急救电话 之后将病人平放 解开医扣 保证患者的呼吸通畅 即时的清理患者的口腔遗物 昏迷的患者要保护体温 避免剧烈的摇晃或者震动 造成二次伤害 如果能在黄金时间内得到治疗 患者留下后遗症的几率将大大的降低 脑梗的催化剂之一是不恰当的饮食 随着生活习惯的变好 可以提供给我们选择的食物也越来越多 许多人呢 长期试用一些不健康的食物 这类食物非常容易导致血管堵塞 最终引起脑梗出现 哪些食物不能多吃呢 第一种食物是高脂食物 高脂肪的食物 例如动物内脏 油炸食物 这类食物不仅会导致身体的肥胖 还会增加血液内的脂肋物质 会加速血栓的形成 本身已经患有三高的人群 很容易会因此而加重病情 最终发展成为脑梗 第二种食物呢 是高糖食物 常见的甜品 糕点 以及饮料内含有的糖分含量都非常高 这类食物内含有的反式脂肪酸含量非常高 经常试用会加重血管病变 增加血液粘稠度 影响血液对脑部的正常供应 容易导致大脑供血不足 第三种食物是酒 酒精在进入人体之后 会刺激到血管壁内皮 导致组织内伤 引起血管壁表面不平整 而血液内的质量物质 会在不平整的血管壁内沉淀聚集 会形成血栓 在家上喝酒的时候 交感神经兴奋 血压升高 非常容易有发脑梗 急性脑梗多数都发生的比较突然 在日常生活当中 一定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情况 一般比较常见的事 会出现头晕头痛 对于一些本身患有三高的人群 日常出现头晕 头痛的症状 一定要格外的引起重视 另外呢 不菲急性脑梗患者 在发病的前期 还会出现短暂性身体麻痹 活动不自主的症状 这些现象都是脑梗的前兆 脑梗是一个非常威胁生命安全的疾病 我们一定要做到早发现 早治疗 在生活中 务必要保持好的饮食习惯 并且要定期进行体检 身体有不适应症状的时候 要计时的去看医生 你不适应 他就是吧 是不适应的 但是 这东西